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 行走新疆书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镇江 过去十年 镇江把全民创业作为惠民复民的关键举措 全力推进创业型城市建设 着力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之城 透过大屏幕 我们可以看到宽松的政策环境良好的创业平台 以及浓郁的创业氛围 已经让镇江成为众多创业者圆梦的热土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就感受一下 这个创业天堂的激情与梦想 这里是镇江市新晋达造的科技行程 早在十年前 它还是一个虚伪以待的乡镇工业园区 如今它已经是许多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摇览 在我身后呢 是园区为创业者提供的研发大楼和精英公寓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已经有150多名创业者在这里点亮希望 放飞梦想 现代化的百米双子高楼 57栋功能不一的孵化基地 一走进这座科技新城 记得就被这里的创业环境深深打动 瑞典学成归来的杨大宁告诉记者 一年前 他来这里创建一个致力于研发 世界领先船舶导航技术的公司时 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资金 最终科技新城不仅减免了三年的房租税收 还和风投机构联合担保 为他提供了1000万元创业基金 凭借这些资金 公司很快就研发出低成本 高智能化的航海电子设备 拥有专利50多项 现在公司主打产品光宁航海 月销售突破150万元 郑江在这个方面 举办了很多的引起对接会 给很多科技型企业 创造了很多好的机会 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 获得了这样一个投资 精心搭建服务平台 全力提供融资帮助 极具知识产权 人才技术 越来越多杨大宁一样的 创业青年慕名而来 郑江科技新城 平均每周都有一家科技型项目落户 一大批国家千人计划 高层次人才和海归创业团队 在这里落户生根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高端人才应该说 突破了2000名 那么整个我们园区里边 千人计划已经突破9名 那么到今年年底 我们的郑江市331人才计划 会突破100名 鼓励科技人员创业 鼓励机关干部离港创业 鼓励郑江级人士 反乡创业 鼓励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 十年来 在各级党委政府 完善创业扶持政策 加大创业培训力度 统筹众励人群创业的 共同努力中 反乡农民工奉还潮 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 等全民创业热潮 在镇江大地蔚然成风 在丹阳 毕业于南京大学的阳新 是远近闻名的富二代 本可以子称富业 在玻璃线维领域大显身手 但小伙子志向高远 步骤寻成路 硬是和旅美博士 录制间联合公关 背光显示领域中的 光源扩散技术 孕育了一个新产业 我觉得我们镇江未来的希望 应该就在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身上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的这个 创新创业精神 我确实感谢了 就是说整个这个 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氛围 都是在鼓励这个 创新创业 镇江确实是我们这些 海贵人士 创新创业的一片热土 十年来 镇江已建成各类 创业基地174家 创业实训基地15个 容纳各类创业经营户数 3880亿家 与此同时 镇江在全省率先推出的 超市加保姆的 创业推进模式 已建立3000多个 门类齐全的创业项目库 仅40万人接受创业培训 初次创业成功率达60% 如今的镇江 每天有40多家 私营企业诞生 有160多人成为 中小微企业老板 各次企业创造的GDP 占全社会GDP比重为46.5% 全市新增私营企业 各企工商户 四个企业注册资本 三项主要指标 增幅均位居全省第一 过去十年 镇江市委市政府 在一手抓 顶贴立地的规模企业的 高质高项发展的同时 一手抓 全民创业的 铺亭盖基地的 中小企业的 更快更好的发展 推动了城乡居民的 创业 就业和支付的 新的发展 创业是发展之机 复明之本 回望镇江科学发展这十年 各级党委政府 不遗余力地搭载体 建平台 给政策引人才 充分激活 一切创业要素 激发一切创业活力 可以说 创业镇江已经成为 引领300多万镇江人民 史之跨越 奋力赶超的一致追求 我们相信 这样的全民创业热潮 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 创造一个 富裕正疆 实力正疆 是 今天